在汉定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张凤的人 他的妻子今年怀孕了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很快妻子生下了儿子张武 同时还生下了一条蛇 当时 张凤感到很奇怪 问妻子缘由 妻子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只说前段时间老是做梦 梦里老是出现一条蛇 张凤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不吉利的东西 就把这条蛇送到野外去了 后来张武也慢慢地长大了 在汉定也有非常好的生育 张武的人缘很广 朋友人多 他母亲死的时候 正在举行葬礼 还没有埋葬 青红好友聚在一起 这时 有一条大蛇 从树林草丛中钻出来 直接来到棺材下 大蛇的一出现 直接吓坏了众人 张武见大蛇 直接冲向母亲的棺材 气急了 专备拔剑 上前去与那大蛇搏动 张凤一把拦住张武 说道 别急 他好像没有恶意 你再看看 大家听了张凤的话 也都远远地围观 张武也盯住 生怕大蛇要做出什么举动 这大蛇来到棺材下 扶在地上 一上一下地 用头扣机棺材 众人看得呆了 都很疑惑 在看时 大蛇的鲜血和眼泪 一起流淌着 样子好像十分悲痛 这时人群中有人反应过来 对张凤说道 这莫不是大嫂生张武的时候 一起生下的那条小蛇 此话一出 众人一阵感叹 张凤更是一个机灵 看住这大蛇 悲伤痛苦的样子 心里一阵酸 张武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张凤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张武说了 张武听完 也感到惊讶 张武上前 走进去 也不怕那大蛇 大蛇转过头 在地上蹭了蹭 就离开了 当时 人们都认为 这是张氏家族吉祥的征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随